现在北剑真的在查清流吗 真的现在台北有一个大秘宝 柯文哲有一个金银岛 这些钱万流归宗在那里面吗 今天那么是不是包括 这个民进党的前桃源市长 郑文昌被起诉嘛 然后呢警戒而来求处12年 说家里面起出678万 财产不明的这个现金啊 那么民众党的立法院的总召 黄国昌又K了嘛 K说随便民进党搭官 随便家里就可以说那么多出来嘛 至于有关于他们的党主席的 这些去买房子干什么 就不讲了嘛 主席已经说过了 我倒是觉得 下一题 我倒是觉得很好玩啊 为什么呢 请问你在礼拜一零延峰 把事情抖出来说 他会花4300万买上班之前 你知道这个事吗 不知道 有人知道这个事吗 不知道 全台湾有谁知道 柯文哲会把11000万里面的 7380万放在自己口袋里面 没有人知道 对 谁知道 没有人知道 你我说全台湾 没有人会知道 我讲坦白的 连民众党里面很多人 也都不知道 那么照例来讲 如果你不要装穷 装可怜 装清高 装清廉 你直接说 这个钱我要了 那就算了 今天民众党的这个 等于说相关的这个 部分局立委 陈昭志出来讲说 民进党以前 也有很多政治任务这样做 我知道啊 但是中华民国选总统的人 没有人这样做 没一个总统这么做 从1996年 李登飞开始选民选总统以来 没有人公开的把这个 相关的总统的选举补助款 拿到要放口袋去买房子 然后我直接当爆竹工 没有啊 你是第一个 我讲坦白 你是第一个 而且你还装清廉 装清高嘛 你知道他在去年11月15号 不是跟国民党密室签了个 六项协议吗 隔天直播哭了嘛 你知道这一哭 价值多少吗 多少 一亿一千万 什么用吗 他的豪宅就有了 就这一哭 他一哭这一哭 一哭不退选 阿伯不放弃 我们都不会放弃 为什么 他一不放弃了以后 小草就一百两百两捐了 捐了以后就有一一千万的 选举补助馆入贷 黄先生也哭了 他就七千三百万哭 他就入贷了嘛 他这样好整就进来了嘛 台湾民众长在造势的时候 都有个音乐嘛 台湾的选择 柯文哲 从现在改了 仿仲的选择 柯文哲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买进了四千三百万现金 完全不用贷款说买就买 寄南大楼附近一瓶八十万 他们家拿现金买八十八万 黄政所有都不用去办贷款 不用找代书 然后也不用去跟他杀价 人家柯文哲有的是钱 满手都是钱 可不可以家里的还有很多钱呢 我都觉得很好玩 如果这个时候 检调单位真的去收他家的话 那么万一收出好多好多的钱的话 那黄国昌你又该如何是好的 所以你觉得柯文哲家里真的有很多钱 我告诉各位很简单啊 因为这是算数的问题嘛 七千三百八十万 扣掉四千三百万 还有三千万 当然问题是他们家 我找过他所有的 包括那么新台币日币美金 跟他们的基金九十五万 全部加起来 最多挤出五千多万 但是陈佩琪在他老公五月十号 去买了四千三百万的商办以后 到处看豪宅 现金至少要七千多万 到八千多万以上 请问一下 你家里还少了个几千万 你没有个几千万 你怎么可能去看呢 那请问这几千万要到哪里去找呢 先一个消息就是 北俭约谈了端木正的助理陈伟轩 说什么 要去查这个金流 什么金流呢 因为在选举过程里面 不是讲说这个KP KP是这个所谓的柯文哲 这个肖像权嘛 他的这个肖像权 基本上给了木格公司 但是呢 今天进总就要办活动的时候 还要跟木格公司 给这个授权费 好 那授权费给了多少钱 给了一千三百万 本来因为说你的钱 最后都到了木格 就算了 没有 他说现在查 这一千三百万 进到了木格以后 不见了 金流不确定 那这个东西有什么重要呢 因为柯文哲 凭什么有四千三百万 你就可以去买办公室 你凭什么你老婆 就可以干1.2 甚至1.7亿的房子 代表你家很有钱 而且你家的钱都是现金 这个现金到底放在哪里 如果我今天可以 从一个小的东西 一千三百万 去查到那个金库 查到了柯文哲的金引导 所有东西就花开花了 对 没错 今天这个郑文哲这个案子 还有他的起诉书 其实就告诉柯文哲 现在检掉 真的就下一个就是你了 我怎么这样讲 他跟这个郑文哲的案子 就是一模一样啊 你有经手过这个状况 钱在什么地方 然后你只要从钱 去查所有人 就完全就开花 所以为什么检掉现在要约谈 这个邓文哲的助理陈伟轩 因为他知道木可公司 他有看过木可公司的账 而且他不只看过靖总的账 他也知道木可的账 靖总的账怎么乱七八糟 你当然知道 木可的账为什么找他来 因为木可账目前为止 检掉查出来 检掉为什么查出来 因为他一定扣了木可的账户 木可账户之后知道说 钱流到贷券 是比吗 一千三百万的这个钱吗 流到木可公司起 一样一模一样 他的账户给你的账对不起来 所以四千 一千四百万到哪里去了 不见了 一千三百万不见了 到哪里去 谁拿走了 他只要问他 如果他愿意讲 不是说他知道 怎么去查 那不就完全就冰沟了吗 而且事实上你讲的一个特别 重点是 如果今天是木可公司 也就是今天净总给了 一千三百万的授权费 给到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留出去 那你应该是去找李文决的 你应该找木可公司的人 你怎么去找端木账 跟他的助理陈伟轩呢 关键在哪里 代表端木账 他不是 是所有的钱 是 没错 他都知道 所以 如果去找到陈伟轩代表 这个问题不是木可 是木可以外 那个钱在哪里 而且重点是什么 我们不是跟大家讲吗 你千万不要去惹自己的会计师 尤其你还跟自己的会计师告上 他一定知道在什么地方嘛 你在钱到什么地方去 他一定要作账 他一看账 他就知道说你在搞什么鬼 所以你只要这个陈伟轩呢 真的愿意讲 不是说指引你这个方向 然后检掉可以摸到这个 柯文哲的这个基因岛之后 那就完全就知道说 原来你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吗 他钱很多啊 现金非常多 能够看一点恶意到一点七亿的豪宅 还可以买四千三百万的现金 拿出来这个砸钱 这样的状况 闲了很多钱啊 闲了很多钱的这个状况 我觉得现在你只要抓到 金银他的钱在什么地方 然后他的金流都抓出来之后 那可能案子就知道 而且我跟大家讲 事实上他这个四千三百万的 这个现金去买这个商办 那是未来要看豪宅 他为什么要高价 大家说他为什么要高价去买 保险高价去买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 因为他很急 他想要赶快把这个钱呢 把它弄出去 第二个是什么呢 他故意高价去买 为什么故意高价去买 现在大家在查他的对价单位是谁 保险对价单位是谁 我可以用高价卖给你啊 日后如果安全的时候 我才卖给你 这样这也是一种手法 而且你知道 原本他是这个一瓶八十万 他现在报到一瓶八十万 他可以多洗五百万出去啊 所以就是说这里面 他为什么那么高价 现在要你可以查对手 到底是谁哦 这有可能是他们在做了一个 假交易的这个可能性 甚至都有可能哦 所以连同这个 你看他找的都是谁 他找的不是一般人哦 这个楼里面 是不是一般人能够去的哦 这个豪宅也不是一般人能去的 都跟他关系非常好的人哦 所以这里面来说 你说这中间有中人 对 要有中介 而且他对方他搞不好都认识哦 所以他其实里面挖下去来说 我觉得 但是现在目前为止就是 找不到那个精英岛 你只要找到这个精英岛的话 那整个拼图就完全逗上的时候 柯文哲就完全逃不过了 好 宇权 刚才讲现在大家想 北姐都在干什么 你今天陶姐已经这个所谓的 这个东风吹战鼓雷 你这个男姐现在也办了很多人 你连林一锦 你都已经办了 而且林一锦这个也非常夸张 是林一锦连去提款 你连去提款都被排到 提款的那个动作 也被钉得一惊二楚 那现在北姐觉得没动吗 你说不是 因为北姐刚才讲到 除了这个钱 在这个查得这么清楚之外 三大案都已经动起来了 本来跟北姐当然不是没动 北姐是在伺机而动 而且伺什么机要先等柯文哲 把自己搞臭嘛 这才是最重要的重点嘛 因为如果你今天看这三位检察官 我会讲光讲林俊妍就好 这家伙大有来头 你知道他来头是什么吗 什么 他过去曾经被借掉到最高检去 你想想看他一个年轻的检察官 然后被调到高检最高检去 宇权你知道他调去干嘛的吗 干嘛 就是查黑金素摊 甚至他还把各地的检察署 都说教他们怎么样 做这种黑金素摊专业的调查 所以找这些是谁知道吗 专口的啦 再第二个 这个主人检察官江曾玉 你以为他是开玩笑的吗 不是 除了我们刚才讲过说 他报办过我们讲的 黄世民这个案子段 过去赵峰案也是他办的 而且他是新派任的 这个时间点 这个叫林正幻将 林正幻将只有两种结果 一个叫做什么 一个叫做说我自乱正将 一个叫做什么 我来就是要抬 那保险哥请问一下 他掉了一个这么震撼级的 来生要干嘛的 就是说我之前的力大还不够 我现在换一个更强悍的 Bios只要上任 我就是要把你柯文哲 这个案件做最后的 Ending的Close嘛 而且你仔细看 他把这个案件分得多分明 第一 这个邻居专门办黑金素摊 所以就让他去处理什么 三大案 也就是说包括土力 包括我们讲的 是不是有贪污智慧条例 相关的问题 通通查清楚 因为今天北市科 金华城 甚至我们讲的雨果市场 今天北市科就动了啊 加码在把我们讲其他的证人 包括厂商 通通一一的叫来 而且金华城各位啊 他现在基本上 这些案件都已经养好了 那他在等什么 等一个契机 保险知道等什么契机吗 等什么 郑文燦啊 那当然是等郑文燦的契机啊 为什么 因为我为了你 郑文燦是不是查出 我们讲658万的宪秀 那除了这658万的宪秀 你检掉手上还有没有其他案件 当然有 不然压张照良干嘛 为什么当时把那个莫名其妙 去管人家什么违贱的 然后被欺压 关说危险被欺压 所以深压 所以理由很简单啊 郑文燦的案件 他们现在在比嘛 我今天如果只单单动 这个柯文哲的案件 那郑文燦这个案件不动 能看吗 当然是两边都要同时动 你才没话讲嘛 你民进党也没话讲 你民众党也没话讲 对不对 所以我养好这些案件之后 我都杀郑文燦记齐了 对嘛 那各位 你就想一个道理就好了 我郑文燦把它剁了 对不对 我后面还养很多案 12年只是一个起头而已嘛 我们大家都共同都认为说 后续一定会连环报 会开花嘛 那柯文燦这个案件 也是一模一样一样啊 反正我又不急 对不对 我现在养着你 我持续的让你每天自我折备 阿伯礼拜四还要开记者会 包特哥 我们美丽岛电子报 是不是做了一个最新民调 对 那民调柯文燦的讨厌度 不信任度多少 69 69嘛 那我问你再拖一个礼拜 会变多少 79 79嘛 对 所以赖心的干嘛挤 我就慢慢等 钱要干嘛挤 我就等到整个社会共识 觉得你这个人臭不可闻的时候 我再共同把礼拜扮下去嘛 而且于此同时 他只做这个动作嘛 不是哦 因为现在北检 这是以我们讲最高规格 包括最强岸的人嘛 都一一的就位在等阿伯 自投罗网等阿伯 自行毁灭 自我毁灭的过程嘛 但于此同时 他有没有做其他的动作 有啊 我们是不是讲 全台湾检掉 包括我报告小吉跟你讲的 林一锦这个案件 是不是也同时在曝光 在南检动了 那林一锦是谁的人 赖的人 赖的人嘛 所以我一边打我自己的小孩 这时候我动你 我没压力嘛 而且我觉得林一锦刚刚讲的 我现在去提款 我去提款 你都知道我在干什么 而且我是提谁的钱 提谁的账户的钱 不是那真的太丢脸了嘛 为什么 因为我想简调出来 把这东西放出来哦 陆地很简单 因为基本上林一锦这个人头案 我们讲的助理费案 是跑不掉的 但他让得很难堪嘛 一个大立委 赖清德的底细人嘛 然后说去叫自己的主任 不知道跟一个人头助理 拿来一张提款卡 怎么拿的也不知道 拿着他的提款卡 跑去干嘛 插进去 然后开始在那边领款 提款 然后停了 保陈哥我问一下 助理费能提多少钱 这三五万块了不起嘛 提了三五万之后 还十块否认 就被检视器排到 然后去查完之后 发现自己助理 你知道人在哪里吗 当兵 在当兵 所以各位 这不是办案 当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是在羞辱他嘛 他的意思是说 我把我自己的亲信 我自己的子弟病 我原本要拉他当中常委的哦 如果不是陈廷飞 他签运好一点的话 他可以当中常委 我都把他干嘛 吊在城门口临时事兆 挂在上面 给你看 那请问一下 我今天遇到你柯文哲 我能办 办不下来吗 当然能办嘛 只是说这个顺序颠倒了 林依景是怎样 我先把他收进来之后 我开始处理他 一刀一刀割给大家看 这时候你们话说 柯文哲是什么 柯文哲是我先让你自己 在外面下西下井 对不对 下西下井完之后 我最后 等到时候功德圆满之后 我在法喜充满之后 我再一次把你收回来嘛 因为我讲白了 柯文哲案件还没完耶 他是不是跟你讲说 现在有爆出一个房子 我们讲政治先进案 就是他到底 有没有做假的问题吗 说买了4300万 保理哥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只有4300万吗 不行吗 柯文哲 你要相信他讲的话吗 他没讲的事情 通常就是有那件事情 你就不要 等到后来 如果今天你真的又买了办公室 后面又报了一个小宅 后面又报了一个哩哩哩口 因为他在等柯文哲自报嘛 因为柯文哲现在就是 只有今天没有明天 当你报4300万 我就拿选举补助款来扛 当你讲说1.2亿豪宅的时候 我就说 我整个月买不买丢 我就刚好可以凑起来 好 这些都合情合理 那我就问 如果后来又踢爆一间 他又买了一间 那请问他钱要从哪里生 他这时候就掰不出来了 要让你社会性死亡 对 他在一步一步压缩 前面这个我跟你讲 他买豪宅或者他看豪宅 买办公室 以及他说我把我全家卖掉 我可以买豪宅 这个就已经社会性死亡了 但是等到逼到最后面 他再也交代不出来说 我拿了哪些钱 去买了这个东西的时候 保险哥那不叫社会性死亡 你知道那叫什么吗 叫什么 那叫司法审判就要来临了 司法判决时刻就来临了 剪掉就直接抄啦 所以请问一下 柯文哲为什么你有办法去买到这个 我们根据你的财产登记 跟你的申报 就算你把所有的选举补助款 就算你把所有的房子卖掉 你也买不起 但你却买了这些东西 你却有这些关系 所以这位这一条一条一条 现在阿伯 气味不好不知道是什么 还以为说自己在外面 嚣张可以逃过司法的制裁 但事实上不是 人家只是多留点 中场垃圾时间 给你继续秀下去 好随位 现在刚刚讲的三大案 都已经开始来办 今天这个连北市科都动起来了 其实北市科跟金华城 大概在同一个时间 在四五月的时候就已经跟台北市政府 在索取资料了 所以月券完成 接下来当然就是约谈人 以前我看过检察官办案的方式 就是他会一个一个的文件来问你 那这个当时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个为什么要 然后再去交叉比对 不对喔 你的同事说 这个是这样子 所以他一定都是先完成月券 然后再去这个比对 那我们前面刚刚在讲到说 郑文燦的案子 我就想起当年郝市长在国民党一提名 民国95年那个时候 他一提名的时候 我就问了一个我在北市调的朋友 我就说 那现在这个郝委员被国民党提名了 你们是不是就开始监听他了 我去开玩笑这样问 结果他就回答我说 任何人有意参选 我们就会开始监听 真的假的 不用当选喔 当然我不知道他是跟我开玩笑 还是吓我的 但是从那一次开始我就知道 只要是重要的政治人物 检调都不会放过的 更何况柯文哲这种 是跟民进党参反调 而且是直辖市的市长 之前我听到这个高嘉宇 公开问柯文哲一句话就是 你有没有去过台租影园唱歌 这个问题很敏感喔 淘租影园 因为我也有听过相关的检举 所以有一次我遇到高嘉宇 我去问他说 你怎么会公开讲淘租影园这段话 他就说有人告诉我的 然后我就默默的心里想想说 不知道检调有没有 拍到那个画面就是 柯文哲走入逃出影园的画面 我不知道如果有拍到的话 就会跟郑文燦的画面一样 是非常震撼的 你现在看到郑文燦的画面 你会吓死人 现在郑文燦刚刚讲的 他的这个副院长的门口是 每天门庭弱势 连干什么 连星光金的前董事长刚刚讲 连郑文燦之前进去 因为之前不是讲说 都被拍到了 都是政治的物 没有关没有商场人是吧 这句话刚刚讲完 吴东金的照片就被丢出来了 对 我们现在看到 当年的监听议文的时候 而且那个是七年前的事情 每一句对话通通给你 像是昨天的事情如实呈现 所以如果说今天检调 真的要办柯文哲的三大案的话 我相信柯文哲的政商关系 一定会完整的揭露 北四科的调查小组 刚完成这个调查报告 但我个人 因为我2021年就开始 关注北四科的案子 我个人认为少做了一件事情 重新估价 你唯有重新估价才知道 当年的价格被低估多少 所以我觉得台北市政府 应该可以重新做这件事 但是这个检调 应该要去约谈一个人 就是当年的地震局长 当年的地震局长是柯文哲 爱将中的爱将 为什么 柯文哲卸任以后 还不忘把他推荐去给高鸿安 担任新竹的秘书长 后来在新竹的一个 都市计划的变更以后 大家记不记得 有人指控高鸿安 出来介入这个都市计划变更 出来捍卫高鸿安的 就是这一个人 好 舞蹈 今天每一早电视报 我刚刚讲 我看过很多喇叭口 我没有看过喇叭口 这么大的 而且现在柯文哲的不卸任度 已经高达69% 为什么 因为他的人设完全不坏 现在当然你会开始 把去对比他以前讲的话 跟现在讲的话 他在选举的时候 还告诉我们 民众党要破产了 其实台湾民众党 从头到尾 都平民破产边缘 但是也是一路撑到现在 所以我现在呢 掰不下去 干脆呢 破关不下去 我就是无级了 跟我太太 我们两个都是 台大毕业的医生 你知道 工作了三十几年 坦白讲 要买个一亿元 一亿元的房子 对我们来讲 不是很困难的事 我也不用去装穷 我们本来就买得起 我现在看了这些话 我都觉得匪夷所思 哪有人把选举当生意的啦 他很成功 这一次他整个的这个概念 我觉得是成功的概念 但你要看这个民调 很有趣的 你知道上一次的喇叭口是在哪里 上一次他是在正面表列 说是六十几% 对 然后负面是二十几% 现在刚刚颠倒过来了 对 以前喜欢他的人 有将近六成多 六成 现在讨厌他的人有七成 为什么这种事情发生呢 对 所以这个事情发生 还是上礼拜五做的民调 那今天这个买房的事情 觉得更惨 当然更惨嘛 因为买房已经落实了 他的现金已经付出去了 我们上礼拜谈的都是说 有一些可能性 有一些迹象 有一些未遂 对 并没有执行 今天已经看到了 他已经开始执行了 我先讲了 他有一个购物计划 那这个购物计划的目的 是因为现金太多了 因为现在平常心 我想坦白的 因为我一个土地开发专业人 这来讲的话 现在并不是很好的 去购买商办的时间点 因为景气各方面商办 因为商办跟住宅来讲的话 住宅优先回报率也比较高 对 而且这个老的商办 他买这个根本毫无意义可言 因为又不是给他 又不是自用 对 他只是为了收租金嘛 可是不是收租金 他要干什么 他要消化现金 消化现金很麻烦嘛 我要讲另外一个 我开始怀疑的 为什么那么快地 把这个钱洗出去 对 他现在在党部里面 他在挤什么 对 挤什么 我们要来分析这挤什么 我们现在讲一个问题了 现在目前他被会计师 被调查局查账 搞了一大堆疲漏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党部里面的选举的 结余款是6000万 结果账上的现金只有3300万 所以他有一个缺口 有2700万不翼而非 对 被偷走了 那你现在他 他现在说了 也就是说你的账上 现在有6000多万 你的存折里面 也应该有6000多万 可是你的存折 只剩下3000多万 代表你本来应该 这个存折里面有2700万 没有在这个存折里面 你的这个钱 被洗出去了 被领出去 不知道去哪里 但这个事情终究会破案 因为调查局跟北简单调查 所以这个钱的去向不明 但我很肯定地告诉各位 这个去向100%在柯P身上 你知道为什么敢这样讲吗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嘛 木可那边有没有4000万 有4000万 木可的4000万从哪里来的 从镜总来的 从镜总来的啊 所以那木可的4000万是谁的 柯P的 谁是最终受益人啊 柯P最终受益人啊 所以你从你你 他现在是解释说 我这个因为是选举什么钱 什么政府的什么补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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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款 选举结育款 选举结育款 或者选举补助款 那我不是在那边讲一个更 讲一个比较我怀疑的事情 我认为你就从那个选举里面 那2700万偷来去买房子的 那怎么办 所以他到处弄了一堆钱 你知道吗 到处捞钱 捞钱嘛 对不对 他捞的钱一定不小 为什么 当时这4000万的 木可前面逮到的时候 他怎么回应 他说要捐出去 对啊 4000万都看不清楚 你知道吗 7000万给你关出去 你看到没有 他不在乎这个4000万 他上礼拜怎么跟你讲 管理费太高了 比我的月 他跟你鬼扯了一大堆胡说八道 你的4300万可以付 几个月的管理费了 他讲说台大医生 做了30年谁都可以买到 结果台大医生 整个炸开了 台大医生 我整个炸开了 我三十年 我两个都不知道 台大医生马上否定说 台大医生是公务员 对 你怎么搞 搞到去买上亿的房子 不要吹牛了吧 台北市台大医生 没有那么有钱 就是公务员而已嘛 对不对 不然贪污 开刀收喉包 那要坐牢的 所以他一个人胡说八道 他胡说八道了一个礼拜 到礼拜一出个大洋相 被火歹 买了 买了房子 所以有没有第二户的可能性 有 有没有拿这个 罗用这个2700万 那个掏空这个经费的可能性 有 因为他钱都混在一起 大水库嘛 你要钱 你要钱一来一去的嘛 所以我说柯文哲这栋房子 就落实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他本人终于有介入 这些所谓的藏钱的动作 那其他钱在哪里 我觉得北俭应该好好去再调查 我觉得北俭不会放过他这个事情 对 他现在开始买房子的动作 因为他的资产 按照我们现在估计 他们口头叙述资产 已经大于他的收入嘛 你这不明财产罪是确定的 对 所以柯文哲如果再买下去的话 就落实了他的不明财产罪 可是他现在有两难 如果我买了我会出事 可是我不买 我这么多钱藏哪里 麻烦 非常麻烦 因为现金多了 会有很多 因为我跟你讲 现金都可以直接没收 你知道吗 真的 方条一天 这个调查局去就把你没收掉了 你没有看到去充那些什么 诈骗公司 对 比现金有好几亿的 就搬回家 在那个水果香的香就搬回家了 他如果现金被逮到 就被 就没了 房子的话 我跟你讲 还有在搞 不是 现在我看到影片 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没有想到 柯文哲现在已经凑到谷底 他以前自比什么 自比 他是陈定南的进化办 我在台湾政治政坛的十年 我还是给台湾带来改变 从来没有一个人 可以给这个社会带来这么多改变 他就是一个蛮特立独行的人 没有个首 第一个没有縣市长会还债的 不然你这么叫我听 大家都发完了 对 没有人就坚守财政紀律 做我严格的 我青年勤政 我正直诚信 他是来说 他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风格 我应该是那个陈定南的进化版 他就吓坏了 我快吐出来了 我跟你讲 柯文哲的道德教育 到这种程度 简直毫无羞耻之心 他说他有财政纪律 他正直诚信 情政联能 谈这些的 他现在台湾变成多臭的一个人 臭不可闻嘛 比别人还好 你比陈定南 简直不像话 对 我们现在就不要谈这个 去比这个东西 那我们今天 给他做了一个定论 什么定论 米粒岛民调 我告诉你 他有七成的人 对柯文哲给予 不信任的投票 那今天是上个礼拜五做的 那今天他干了一个好事情 4300万买办公室 今天又被议员抓出来 去买了一栋 4300万的房子 上个礼拜我们是怀疑 他要买房子 对 今天是抓到 逮到他已经买房子了 而且可怕在哪里 他5月10号买房子 他的老婆还在看房子 他上个礼拜还大言垮垮 还一步跟大家讨论 台大医生的购房能力等等等等 讲了一大堆这个 这个天上地下云淡风轻 然后完全好像 没有承认有这件事情 结果今天被抓包 对 毫无羞耻之心 不是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转换 一开始讲说你很凶 你破产了破产 然后讲说 而且当时讲说 我跟陈北极两个人 我们辛辛苦苦 我们买这个房子都非常辛苦 就你现在突然告诉我说 你很有钱 你买个上一的豪宅 根本没什么 那个是上礼拜论述 今天最可恶的是 他居然已经买了 真的 可恶之急 那没有关系 我讲最可恶之急 你买个四千三百万房子 我朋友捐给你一千万 那也要分他四分之一产权 不讲坦白了 你要退一点钱回来吧 那没关系 今天终于 终于我们走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给他在民调上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定论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是最后一根政治上压倒 柯文哲政治上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稻草你看到的 不信任69.1 信任23.4 对 他的负面评价已经高达七成了 七成已经破台湾记录 台湾有一个人可以侦查出来 你是被人家臭不可闻 臭到 大家厌恶你到七成的 这个历史上第一人 真的假的 当然历史上第一人 过去这种数字都是共产党才会出现的 我们在调查里面只有共产党才会出现七成 这种东西 对 就他一个人干到快七成 就看到没有 而且这个只是今天压倒他的稻草的 第一根稻草 后续还有嘛 我预估嘛 一个月之内他收押官司 其他的一些三大案子下去的话 他完了 马上就要超过共产党的这个最低程度 所以现在刚才讲到 对共产党的负面评价 到了75.5 他现在柯文哲是69 对啊 所差无几嘛 所以这个是人 这个是全台湾最最为最为负面的一个评价 这样到他身上来 他刚刚跟你讲 他是陈定南的进化版 这个要不要脸的人 毫无羞耻之心 然后再来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我一直你刚刚谈到我百事不得其解 他在哭穷对不对 他口袋装了5000万 对 然后就淘口汤帮他去募款 他自己跟小草哭穷说 我们快要倒闭了 快破产了 快破产了 口袋装了7000万 所以他的募款的标准 跟他口袋的现金是没有关系的 我发现这两件事情脱钩的 对 为什么呢 他一定是根据当时小草的气氛 感情洋溢感情充满的时候 开始骗 他这个对象好骗的时候 对 对不对 就看到哎呀 这个差不多已经大家 这个小草已经上了贼船了 对 黄国昌快点骗 所以他跟他的库存现金无关 所以他口袋有没有多少钱 不重要 要不要骗小草两回事 他是看社会气氛的 对 他只要看到气氛 对 他就下手干了 干了结果变什么结果呢 干太多了 钱太多了嘛 4月7号报到签查院的话 账上现金就6000万 为什么 钱太多之后啊 发票不能回头开啊 因为发票已经过了两个月 你买发票要当下买啊 买明天的发票 没有人去买一个月钱的啊 对不对 所以冲不了账 冲不了账 你搞什么东西啊 搞感恩晚会 搞1900万 1900万就是买发票啊 还在买发票啊 所以还在A啊 所以他从头到尾 他搞过头 搞过头 搞到最后 没有办法收拾 对 那为什么要去买这个 4300万的房子呢 就是太多钱了嘛 现金太多太多了 你说赶快把钱消化掉 把现金消化掉 因为现金放在身上很麻烦 小偷会通 强盗会抢 还有老婆搞不好 买股票吃了怎么办 还有检掉会查 不 检掉会查 查扣他 所以他还在 他在处理现金 我认为他上礼拜 我就发现 他这个购物资产计划 是一直不断地持续在 因为他一点毁 毁过之一都没有啊 对 他毫无退缩的意思啊 人家在第一时间 问他的时候 其实照一讲 你就散开就好 没有 我就东看看西看看 东看看西看看 他老婆就加码说 哪有什么豪宅 我是豪宅 小宅办公室 而且我是沿着 杭州南路仁爱路 我是在这里看的 他把它当成一个 投雇的一个投资计划 告知公告周知 有这种干法的 你这个民调 他告诉大家什么事你知道吧 什么 告诉检调 随时可以抓 没有反弹能力 他已经没有力量 号召任何政治力 来对抗国家机器 你说我的负面评价 我的不信任度到达69 我跟你讲 第一个要逃亡是谁 你知道吧 谁 黄国昌要逃了嘛 黄国昌你再回来 再挺他试试看 这种人有 百分之七十六成九的 负面评价的人 臭不可闻 黄国昌这种人多厉害啊 逃得远远的 对 館长黄国昌 包括黄珊珊都会躲起来 没有人愿意跟他 在一起开记者会了嘛 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谁人 谁的底气最好 北昌最勇敢嘛 然后清早就把你家 说你家家出来 所以他马上 见到储城的时间 又更缩短 当然了黄昌就讲 他说欸 你怎么再出来讲个话吧 有啊 他今天出来讲 他说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 作为一个立法委员 常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但我很有细心跟大家报告 我们这个会计 除了总咨询 一百一十七次之外 还做了全力打击诈骗 推动公平正义 监定守护国家 然后呢 大家问你的是 钱呢 不 黄国昌今天这个 所谓的国昌报告 看起来好像是美国参议员的报告 跟台湾没有关系嘛 台湾现在对关系什么事情 你民众党被灭顶了嘛 你自己的党被灭顶 他都不敢讲话 这种人还想选台湾总统嘛 肚皮都笑破嘛 一群小丑啊 要粮小丑窝在一堆 再第二点 你黄国昌当立法委员 你弄了一堆法案的报告 那法案是你搞的吗 你民众党只有八个立法委员 你八个立法委员 你在立法院 怎么样举手 你都是 你都是 都是没有主导权的嘛 对 客户责的买房子 你可以有种 有种或提一提 你起码像馆长一样 观众朋友说一下 下气下减 你很接着不敢说 你连基本的道德勇气 一个作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 这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博士 大学教授 一个基本要等来讲 黑白自非的勇气都没有 对 这种获设 他还要来当立法委员 我看你算了吧 洗一洗回去睡了 洗洗回去睡了 什么咖 承诺过的法案 一个都不会少 承诺过的改革 一个都不会忘 那些改革民众党吧 你现在给基本的道德 他今天买了4300万的房子 你知不知道啊 我讲才 我告诉你一个 他们最新的消息 礼拜天的下午 柯文哲召集的小 这个陈志涵 黄珊珊 还有那个林国 林国成 林国成 他们几个人在开会 没有黄国昌 黄国昌局外人嘛 柯平把你当成工具人 黄国昌什么时候用的 当口袋我装了5000万 黄国昌还募款啊 黄国昌叫做虫犯 这个在法律上是共同证犯的 你就跟诈欺犯一样 他叫你去诈欺小草嘛 黄国昌不是一个 你就是一个帮助犯嘛 帮助犯 他完全帮助犯啊 你帮助他诈欺啊 又偏了一两亿啊 你看喔 这个他 一句话不讲 若无其事 这个一定有鬼嘛 这个东西怎么会有 这种道德勇气的立法委员 居然敢立足在台湾之上 然后有这种 寡言贤耻的民主党党主席的 柯文哲 他们两个刚刚好互相是搭配的 一个锅一个盖啊 有一定的道理啊 那每一道 这个来讲 他已经崩盘了 为什么崩盘 小草真的切心了 小草为什么切心 如果你就会看他去割韭菜 他今天如果说你只割财团的 对小草来讲还觉得说 你今天是劫富济贫 他也可以忍受 结果 他是割小草 割到一秒 最后一秒钟 他捐地不信 他没有管理大树 小草 他都不放过 柯文哲 你看到这个民调的时候 你会觉得 不胜唏嘘 就虚蜜 为什么 柯文哲过去曾经在荣光的时候 2019年民调高达63% 信任度 现在完全反转过来 变成是不信任69 喇叭口是一字马 没有看过这种喇叭口 没看过喇叭口 对你说这个喇叭口 这样比较 你就觉得柯文哲怎么回事 不对 柯文哲我跟你讲 这是一场非常成功的生意 你知道诈骗集团的逻辑是什么吗 你说这是对的 当然是对的 这还被要的 当然是啦 我给你讲诈骗集团要干嘛 钱 先骗你信任 怎么会先要钱 我跟你好朋友 我有什么生意 叫你来偷吃 所以当他这时候 赢取了大量的信任度的时候 他要干嘛 兑现嘛 他把信任度一路兑现到这边 即便跌到23.4% 那没关系 因为我现金已经入贷 我已经满手现金 我已经赚到钱了 我信任度没了 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争取信任 就是为了最终目标 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要有信任度 我当时为什么要有制度 我的信任度跟制度 是要来变现的 对 你看到 你以为想说永续执政 没有柯文哲看到 想说大撈现金 可以开始提款了嘛 你看多离谱 他在这个总统大营期间 来喔 其实事实上 他在我们讲5月份的时候 5月28号 换言之刚选没多久的时候 已经募到了1亿元了 宝刘哥 那怪事怪在哪里 你知道吗 他这个1亿元一路到了 这条线是9月1号 请问一下这一段期间 最后成长到1亿2700万 他有没有花任何钱 没有 那没花什么钱啊 可是选举根本不用花什么钱 结果怪是怪来了 一直到11月这个时候 突然间产生了血崩式的喷钱 然后你看喔 11月12号 光这一天 就花了1400万 一天花1400万 所以代表他突然间 本来不花钱嘛 他也不需要花钱 开始大量在烧钱 开始大量在烧钱 结果你看喔 在11月20日到这时候 明明余额 还有4300万喔 其实也不少喔 就黄国商跑出来干嘛 我们民众长很穷啦 民众长没钱了啦 大家赶快救救我 柯文哲也出来讲说 哎呀我跟你讲 看到我们蔡务长 满脸愁容苦瓜脸 我们的民众长 已经没有钱了啦 拜托我 赶快小草大来救救我 把那个有人 余额4000多万 还在哭穷了吗 柯文哲不是在 刚刚自己镜头前面 跟我们讲说什么 他说哎呀我跟你讲 我不装穷了啦 我跟你讲我就有钱买啦 不然你要怎样 对啊你有钱啦 你这时候自然这么穷 你为什么不填进来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嘛 他根本不是真的穷 他是借由这个话术 想要在这个时候 赶快再撈一笔嘛 好的 这边有两个关键点 两个关键点就是 第一个 你总会在这个地方 你刚刚讲呢 你的余额是从 1亿2700万 为什么一下子跌到了 4300万 你这段时间 把钱到底花在哪里去了 这个钱到底怎么花的 花了以后 你要发现到了 4300万的时候 对他来讲 只有一个需要紧张 只有一个需要去处理的 民调高低根本不在乎 反正我可以做假民调 我可以做功能性民调 假民调跟功能性民调 我就会调回来 可钱 实打实的 欸 这时候 就要皇国商出手 然后就开始哭穷了 对吧 那我直接试算给观众朋友 他一个月花4000万 这两个月期间 一个月就花了4000万 怎么花的 不知道 但哭完穷的时候 有没有用 有 因为现金所谓马上又到了1元 然后你看喔 又开始了 又开始 平盘震荡 有没有跟这边一样 平盘震荡又不花钱了 不花钱的时候 突然间 又急跌 怎么又急跌了 又瞬间喷了一堆钱 然后这时候又要干嘛了 有进有出嘛 我有出 我才会有进 这边一出的时候 马上又开始 11月28号募款 你看喔 哎呀 选战倒数两天 拜了我啊 各位支持者 哎呀 我们会募到 1月12号 23点59分 就是各位 最经典的 一无反顾捞一次 捞到最后一分秒 可是你就算从这边 跌到这里也还好嘛 因为刚刚讲这个地方 已经是1月11号 1月11号 都已经快投票了啊 对吧 因为你讲到这种点 跌是还好 但离谱的是什么 怎么会有人 1月11号增加 你在选举最后一刻 剩两天了 你去海捞了四五千万 你要干嘛嘛 你到底要干嘛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就跟诈骗一样 因为柯文哲想的是什么 我有今天没明天 反正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钱要怎么花 怎么嚣张 我先不管 我先把钱捞到首次再说 他只想说 我这次选完之后 请问一下我还有明天 我还有后天 没有了吗 没有未来啦 柯文哲很清楚这件事情 他知道说他已经顶贴了 他当过台北市长 今天如果要他再去选总统 已经不可能了 各位嘛 我一半大就是到这儿而已 我最多就是这样 所以我最后要干嘛 差遍起来 已经快要旁吃破局 利息付不出来干嘛 最后捞一笔 干你票大了 捞票大了 最可怕的是什么 这是在2023年12月2号 来我们各位我们再对照一下这个金额 你就看得更清楚 2023年12月就是这个时候 好不好 这时候民众党现金所有还有多少 大概有6000万 结果有6000万的客户 我跟你讲说 其实民众党从头到尾 瀕临破产 人仔细看各位 瀕临破产 瀕临破产 全部都在5000万以上跟你讲 瀕临破产 然后再来第二句他说什么 所以我们非常需要 这个萧草 赶快来这边 赐助我们 我们是靠你们 才撑到现在 你有没有看到 所以各位 这就是扣成的真面目啊 所以你仔细想想 最惨 说党库那时候 3600万的时候 不好意思 他们的总统专户里面 还有6000万 还有6000多万 所以保理哥你就知道 为什么他搞到现在 最后面 急着要把这些钱 全部一笔一笔一笔 消出去 因为当时真的赚太多了 而且更不要是刚才讲的 这个钱是有进有出 钱这么多进来 对不对 这么多进来了以后 到现在还有一个2700万 也就是说 你现在扣掉 你的余额应该是有6000万 可是你的存款户里面 只剩下3000多万 代表说你有2700万 2700万跑到哪里去了 根本就被中保私囊了 对 保理哥这是一个重点 第一 他剩2700多万 但是我们要按照 民众囊的逻辑来讲 民众囊的时候 跟我们讲说什么 说他们短 我们讲的福报的有 1817万 对不对 所以保理哥事实上 真正应该短缺率是多少 4500万嘛 这才最大的重点嘛 有4500万 不好意思 就是在我们讲的 申报这张表的时候 4月8号那时候 8点25分 他是不是跟建杉南面报下去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 事实上 那个时候柯文哲就知道自己已经 拼了嘛 拼了之后 为什么他后面你就解释了通了 他在5月 6月 7月 8月 他老婆说什么时候看房子 5678 也就是这个拼了之后 对于柯文哲来讲 其实他有两种选择 各位不要误会 第一种 我现在手上满手现金 我把2000万 填回去 是一个难事吧 就没事了 但为什么柯文哲不这样干 因为理由很简单啊 因为 钱对我来讲是有进无出 钱进到我的口袋 别想拿回去 对 宝德哥 因为我们刚才是不是讲了 这是干最后一票了 我现在还回去 我也没办法再干第二票嘛 第三票嘛 所以对他来讲 他是在跟时间赛跑 你懂吗 为什么我们刚才讲的 急着要买那个房子 明明原本开价80万 结果他给你买到88万 我跟你讲 我做过房仲嘛 你也做过房仲 88万是什么意思 就是标价 直接排价你开多少 我就给你买买啦 我跟你谈都不想谈 反正我就急着要把我 一口价 对 再来第二件事情 宝德哥 如果说买房子 那个时候是几月 5月10号对不对 你知道5月10号发生什么事情吗 什么事 那现代理还没发生啊 那现代理还没发生 那理论上来讲 他可以贷款啊 可以贷到款 那你知道为什么 他绝对不会贷款吗 为什么 因为你要理解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是消化现金 他会把4300万会洗掉 对 他要毁失灭迹嘛 而且宝德哥 我最后讲一点 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 这是5月9号的柯文哲 也就是买房前一天 他那时候呢 召开一场活动 说我们要四大改革 他提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未来喔 四年有高通膨高房价 后来保理过程都搞懂了 为什么会有高房价 因为柯文哲 隔天马上去垫高房价 他就是那个高房价的元凶啊 否则你要怎么解释说 你一边手两斤 另外一手 我就不知道 你在摸什么东西 好 爷否 刚才讲呢 今天你去踢爆说 他怎么会去买这个房子 而且4300万 他说我要当成办公室 当然现在也被人家踢爆说 那个房子上面有人住 这个房子不再有人住 为了到了 明年才会到 而且这个房子 这个房客 你能不能顺利赶走 那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结果今天 陈志涵怎么说 没有喔 蔡英文也是这个样子喔 蔡英文从总大选之后 也有买房 也有买办公室喔 陈志涵喔 根本就在胡说八道 我先跟各位观众说 蔡英文的办公室是用租的 从来都没有用买的 而且今天也发声明了 只有你们柯文哲是用 所谓的补助款来买自己的房子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陈志涵 我严正的警告你 你敢警告陈志涵 我敢警告他 我林彦凤 他们都罢免你吗 没关系 周一来我不是吃素的 第一个 陈志涵 我说我严正的警告他 他喊说他要罢免我 对 他就是民众党里面 你们不要以为他是好战友 其实他是你们的猪队友 为什么这样子讲 第一个 他当时为什么喊罢免 因为我跟游淑慧在质疑他说 你们到底豪宅对不对的问题 陈志涵怎么回答 他说谁买房子是满手现金的 我告诉你不就是你们主席吗 对 不就是你们的陈佩琪吗 4300万一毛都不用贷款 那我们有讲错吗 没有 你凭什么来罢免我 你有什么正当性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你知道台北市的议员 这个民众党的有世袭 你在这个过程 从8月8号一直到今天 19天了 你有看过这四个议员 有跳出来帮柯文哲讲话吗 没有耶 没有没有 大家照看他背勒 谁要帮他背书啊 包括黄国昌 现在都闹跑到美国去了 对 对不对 结果你知道这四个议员 大家都不敢讲话 只有一个人叫黄敬寅 他去上了一个广播 结果就上到开花 隔天还被黄珊珊叫到办公室里面 真的假的 结果还要发声明稿出来澄清 从此之后 没有再听到他的声音 那你陈志涵今天跳出来说 欸 你们这些人我要罢免你 我请问你是有什么底气 难道就是柯文哲给你的被位立委吗 你有什么正当性 再来第三个 你面对民众党的这些假葬遗云 你没有办法好好的澄清耶 你960加110你变成96万 跟你老公两个人都没有办法讲清楚 还有什么民众资深斗内的钱 到底流到哪边去 结果你陈志涵都在干嘛 向上管理 陪陈佩琪吃下午茶 处理好他的情绪价值 你以为这样子就没事了吗 而且我觉得更妙的是说 人家问说你为什么拍那个14加1的这个影片 拍14加1的影片要上千万 他说不然的 人家报价 我们就这样子啊 那如果说我今天请一个人 你来帮我管账 你来帮我发包 发包人家 发多少 你包多少 我还要你干嘛 所以陈志涵是我见过最嚣张的幕僚 我当议员的助理 民意代表助理 超过16年的时间 从来没有看过这一种 极品百万幕僚 我跟陈志涵说 你说什么 极品百万幕僚啊 极品 极品 所以我也呼吁柯文哲 这一种人才 你一定要好好的守住他 千万 不要把他放出来 因为 当民众党出事的时候 现在已经会小卡称啊 你们陈志涵在干嘛 还在内斗 还在斗蔡壁如 公斗俱一一的上演 对外面说明不会 结果斗里面的人 非常非常手段 非常的俐落 这个就叫做陈志涵 下面我们上个礼拜 看到了陈佩琪 到处去看房子 凉风许许 盈盈某带一期孙 他沿着仁爱路 沿着林申南路 沿着杭州南路 去看房子 当讲说以这种看法 你身价大概至少五六亿 你才敢这样子 就你说不是 我看10亿都可能 他身价到10亿 对 他2014的时候 民进党里让他就开始 就开始募款 就是开始吃饭 就很多钱 那动则一场饭局 一两千万现金搬走 你知道吗 好厉害 第一场 我们故隐其名 不要讲谁 在某一个兵杖大坑 的衡阳路的第一场 的一个他的 兵杖大坑衡阳路 衡阳路 衡阳路 去了七八个人 那五十万起跳 那也有两三百万 这场就一千多万 那第二场在国兵饭店 一个人一百万 在国兵饭店最大那个桌 桌二十几个 里面做了二十个金主 一个柯文哲 然后二十一个人 一个人一百两千万 你不知道厉不厉害 所以 给现金 现金 每个人都有一个袋子 袋子里面装地一百万 昨天我参 我当那个陈氏小姐的 选拔委员 评审 那两个人 多巧 我敬你敬你敬你 我也不认识啊 可是敬我干嘛 结果他说 一个是很洋路的 一个是国兵的 他们都有捐钱 他说 当初跟柯P要那个收据 都不给 不给 而且还在念说 什么不给收据啊 你说当时他们就在 一个袋子里面 一百万是现金 他们怎么给 我跟你讲 怎么给 每个人是不是 譬如说带一百对不对 那总有一个召集人嘛 召集人可能出个两百 可能多一点 然后一百一百千 就装在一个麻袋里 加起来两千万 然后那个人去 自己去交给柯P 他交的时候 也不要让其他十九个人看到 他们还是有技术的 那两千万就多 反正一个人就一百就对了 从小 所以柯文哲来了吃了饭 以后就走了 他就说我不知道啊 今年还是鬼月吧 对不对 还是 你刚刚不讲五一探长雷诺吗 那十亿这个什么 台币的市长 柯文哲 柯P 鬼月还没走啊 雷诺如果来看他 都叫他一声大哥 比我还厉害 你知道吗 好 接下来 你们会觉得说 你刚刚问了几位来宾说 没有得到答案 说干嘛那么急啊 对 那么急啊 第一个检调再查 当然急嘛 柯P会急 我赶快我先入戴尾关 柯P 柯P的房子 都是给 陈佩奇的名字 所以陈佩奇就是 如狼似虎 就是这样 最后一塌了 我就全部开始收刮 我当两个夫妻 净箱去抢钱 那还得了 所以当然怕 当然要先买这个 十千三百万的房子 不是 而且刚刚讲到的 在五月的时候我就想 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陈佩奇说我不干了 然后好像是整个 卫生局欺负他 刚刚讲的关键就是五月 五月应该是看到钱了 他就看 那个钱多到 我不想干了 多到我要赶快退休 我要抢这个钱 陈佩奇 为什么 他喔 他可以一年多才退休 在当医生嘛 而且我跟你讲 我问过联余的行情 他们夫妻赚不了多少钱 没有开刀就十五二十万 开刀就三十到七十 免疫就七十 少吹牛 你们没有赚那么多钱 你们通 你们的钱都是选举搞过来的 而你们夫妻赚的钱 是一小部分 好 四月八号 是不是差两千多万 对 被推荐 两千七百万 对 两千七百万 他们就开始 他们的所谓猎狐行动 乌鬼搬运了你知道吗 第一个 他们喔 五月十号是不是买这个房子 对不对 你揭发了 然后在差不多四月中 就是成立自小公司 要把木口的钱搬过来 所以他们一切的准备 当监察员 不要抗以后 我们不要用廉耻 来看柯文哲 因为他前路代委员最重要 所以重点是 管理坐不坐牢 今天柯皮当然不想坐牢 所以我能推就推 好 那今天 今天陈贝奇 你这么讲我就懂了 刚才讲你为什么会 不要抗就是因为 那个两千七百万的帐 爆不了 那如果你有四千三百万 可以去买房子 你把四千三百万的房子 拿出两千七百万 去补一下 你今天也不会落到这个下场 不可能 今天 有进无出 对 四千三百万 去补了两千 尽数没事了 这个是束口碑的想法 实际是太平洋好不好 我今天有韩国人的那句名言 他今天 我今天 我绝对弄不平嘛 我那么多钱 我就摆烂了嘛 所以我一定要把钱守住 这是最重要的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